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可按,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王國紀元 最近跟什麼兵馬俑合作啊 這個不知道該說什麼啊 最近蠻特殊的活動啦 那這邊有一些新手最強的攻略 大寶典啊 開局就可以拿到很多 遊戲相關的資訊 然後禮包馬隱藏版的序號 各種禮包福利 然後什麼中秋節的活動 這邊可以拿到什麼家樂福的禮券 這個算是蠻特殊的 台灣玩家可以拿到家樂福的禮券啊 然後一些隱藏版的福利禮包啊 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還有什麼緊急的活動 緊急任務 有妹子 這邊可以拿到一些福利吧 好反正就這樣 好最強的攻略最強的福利還有最神的陣容 最強的手抽啊 禮包馬 隱藏版序號各種福利都在這一集攻略 分享給大家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馬 禮品馬 對換馬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跟美希的手遊 來 開塔了 很像在玩什麼英雄聯盟 然後接下來就拿到資源 有劍塔然後加速 糧石 岩石 還有木材 野豬騎士來囉 邊境劍塔 不能開加速 我們可以放劍塔 真了不起 上人了 太遠了 不哭 勾勾勾 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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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本還蠻輕鬆的 好 輕鬆獲勝 好 續哥來分享這遊戲最新最全最多組的禮包碼 還有隱藏版的序號 那詳細的兌換方式 首先點畫面右下角的這個齒輪 齒輪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點畫面的最左下方 滑到最下面 有一個兌換碼藏在最下面 那點進來之後呢 在畫面的中間就可以輸入禮包碼了 好 我們就輸入這個LM 然後2023 LM2023 接下來按領取 它就顯示領取成功了 流浪之翼10個 然後統譽經驗值加乘25% 行動力1000乘以10 研發加速10分鐘乘以10 然後訓練加速10分鐘乘以10 它還直接用這個文字的 一般還會有個圖案 它這個直接給文字的 好 還有這個岩石產量25%乘以10 糧石產量25%乘以10 還有木材啊鐵礦金幣這些都是 增加的蠻多 這個禮包碼給的蠻好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輸入這個 LM 就是001 接下來按領取 我們來抽我們的金幣 也有這個加速 研發什麼的 然後糧石 然後岩石 鐵礦 木材 金幣 大量的資源耶 超多 好那我們接下來輸入這個 有M 然後2023 然後EAS 然後TER 接下來領取 現在就可以來抽我們的角色了 找出了這個角色 新英雄 哇好性感啊 冰火山 哇 這個 性感妹子 讚 開局就可以拿到 那我們信件也記得去領一下 很多資源嘛 剛剛這個禮包碼很多的獎勵 這麼多東西是禮包碼可以拿到的 請見的獎勵 看一看 領一領 福利很多啦 然後應該可以拿到一些角色吧 以我們的玩法應該可以免費拿到一些角色 有些新的英雄都可以免費獲得 遊戲應該還是有一些 比如說活動啊 建造 這系統其實蠻舊的 很像比較早期的玩法 現在比較少這種 玩法 因為它的介面有點稍微舊了一點 那綁定還可以獲得水晶啦 其實開局蠻多福利的 它的介面稍微舊了一點 蠻可惜的 這款應該是蠻久的手了了吧 那邊境還有寶箱可以開啟 開一看 可以拿到一些劍塔 一些資源 抽抽轉戰這樣 不錯喔 每天都記得來抽一下 那通關還可以免費拿到一些 像是馬衛隊這些東西 還不錯 可以拿到很多卡牌啊 一些資源 那解任務呢 還會有獎勵可以領 VIP啊什麼任務 內陣啊 然後領地目標 所以可以領到蠻多東西的 就是只要玩就可以拿到的 這邊蠻多的 那這邊的角色呢 他有一些角色來源 就是告訴你怎麼可以拿到這些隱藏版的角色 蠻多的 透過活動啊 冒險啊都可以獲得這些角色 還有詳細的拿法 所以還不錯 只要想要就可以獲得這些角色 還算不錯 那旭哥也開局拿到好幾隻嘛 像是流浪之翼啊 奪命獵手 冰火山還有誓言騎士 那後面還可以拿到很多好用的 蠻好看的 像冰雪女王 可以招募這些神角 風之賢者 光明之子啊 閃光這些 寒冰凌組 好帥啊 這個很像那個 以前玩魔獸爭霸 那透過這樣都可以去獲得 推主線 他這邊有這個來源 3-18 5-15 8-12 都可以拿到這些角色 他這邊有很詳細的拿法 點進去可以看到獲得 像這個冰雪女王 是1-9 5-3還有8-18 好 所以這個 遊戲最強的隱藏版神角 都可以透過推主線 可以免費獲得 這樣 那玩法也很輕鬆啦 這種MLRPG 大家應該都會玩的 這種 玩什麼三國治戰略版 這種太多了 塔防啊 然後推圖啊 什麼的都有 好 放置情的 不錯玩的手遊 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記得訂閱序哥頻道 看序哥手遊攻略 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馬 禮品馬 對外賣 遊戲的序保序 獨家最新的對外頻道 我們下一集攻略見了